我们就一开始先从口罩地图的分享谈起 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构想 我是看到在民间有一位叫吴展伟的朋友 他在超商的阶段 就是当时每个人只能买三片 可是莱尔夫不知道Seven才刚刚卖过这个人 全家也不会知道OK才刚刚卖过这个人 所以当时就很乱 没有人知道说到底哪一家超商还有口罩 那所以大概在那几天里面 吴展伟他是一个台南的开发者 发现说他的亲朋好友在他们的通讯群组里 一天到晚都发讯息说这家还有这家没有了 不是很有效率的一个做法 所以他就弄了一个地图 让他的亲朋好友可以在上面直接标明说 这家还有这家存量快要没有了 这家已经完全没有了 那他大概上了媒体之后就全台湾的人都在用 所以我也在用 那但是用了两天之后 他就欠了Google60万的使用费 所以他就只好把那个站关掉 因为毕竟不能够靠个人的力量支持下去 所以我就把他的这个想法就是带给院长 那院长一看就了解了 而且也很支持 所以在我们从便宜上间切换到药局的实名制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院长就请健保署提供能够让吴展伟 这样子的口罩地图变得比较容易制作的一个资料 就是及时的库存的资讯 那这个就不再是靠使用者来回报 而是靠这个系统你自动刷一次健保卡 像现在你就会看到那个库存 过两分钟三分钟就扣9嘛 或者如果你是小孩的话扣10 那等于每个人都可以知道说这套系统是公平的 而且是透明的 所以这是后面进化到实名制的一个过程吗 就是其实所谓的后面也就是三天的时间嘛 从那个我拿给院长看到我们实名制 透过药局上线所谓的1.0 大概只有一天的开发时间 一天的测试时间 这三天的时间要克服哪些问题 当然从健保署的角度 他们必须要能够跟药室协调 能够让药室了解到说 因为这套系统它不会读取或者写入健保卡上面的资料 这其实并不会让药室能够看到你的就是就意记录等等 而是只是透过健保卡当作一个身份证自号确认的一个系统 所以说它不会像慢行处放间啊等等 就是它过卡的时间比较久 因为我们可以考虑到说 就是一天非常多人去领口罩嘛 去买口罩 那如果每一个过卡的时间超过30秒 那这样要是大概就不用做别的事情了 所以一方面它要能够开发一个 每次过卡速度非常快的这个系统 就是在健保署跟他们的厂商自投鸿鱼这边 那但是在民间这边呢 他们需要修改本来的超商版的口罩地图的资料 不但要把全台湾的药局的地址 转换证情维度然后放上去 而且要表示它的库存 因为如果它剩一片你都还表明有库存 那这样子你走到那边的时候 它大概已经没有了 那所以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 做一个我们叫做实用者体验的一个访谈跟设计 去搞清楚说每个人他最需要地图提供什么资讯 那也有很多朋友他并不是很习惯用地图 所以当时机关署的跟HTCDQ团队合作的一个叫机管家的机器人的团队 他也自愿的加入民间这边的开发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有两个地图跟一个对话机器人 另外金流啊物流啊这些问题都要克服进去 当然一方面就是中华邮政就是帮了很大的忙 确保说就是每天的这个订额能够配送到每一个不同的药局 那但是也同样重要的是 民间也有朋友们做出了分析的仪表板 告诉我们说哪些地方它的供应不足 哪些地方它有过剩的供应 那因为我们当时是每30秒就更新一次库存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就是每一个地区它的销售的曲线 那这个就变成是我们接下来再调整配送的规则 或甚至我们就发现某一些大城市就是有一些人 他就是怎么样都不会去买口罩 可能因为他没有跟家人一起住 没有办法把金保卡交给家人一起代购 那而且他下班的时候要是也下班了 那所以就等于是它的补给率就从口罩1.0的时候 大概一直推到接近可能大概有七成左右 但是最后的那三成就一直上不去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一定要跟24小时营业的取货点来合作 那就是回到了超商 但这次就变成很实名制的超商的订购 那这个预购就是叫做实名制2.0 那后来为什么还会想要再进化到3.0 因为我看到2.0后来已经有200多万人 透过这个系统使用 那当然我们透过就是分析 我们就发现说 因为大部分2.0的大作用是靠你的手机是自己的门号 那你透过手机门号启用的方式 来证明说你就是这个健保卡的持有人嘛 你还有输入健保卡的序号 但是如果你的手机不是自己的 好比像说用的是预付卡 那或者是像一些移工朋友 他虽然有健保卡 但是他的手机不一定是登记 就是是自己的plan 自己的名下 又或者是说他就是也 就是只有不是最近出的Android或iOS的手机 他根本没有运行健保快一通 那或者像有一些长辈 他就是比较不习惯去用手机 去做这些身份认证启用的这些工作 那说不定他的手机是他的晚辈帮他买的 那登记在他晚辈的名下 那这些的话 他们就要跑一趟就是健保署的柜台去绑定 这个是比较麻烦 又或者说他们要自己装一台读卡机 这个更麻烦 那所以就会有这样子少数的一些 很多是长辈跟义工朋友 还是没有办法被2.0所覆盖到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那最简单的就他来健保卡 然后去超商的读卡机插卡 那插卡之后他就直接也不用再选那个店的名字 或者是店的位置 因为像他还要去比对地址啊 很麻烦嘛 所以他去超商预购的时候 直接插卡付钱 然后他就订到那一家 他也不用再选店的位置了 他就下个礼拜来拿 那拿的时候呢 当然他就可以顺便再虚购两个礼拜后的 那所以等于是他只要固定两个礼拜去一次超商 就可以拿到酒片 或者如果他小孩的话 试骗口罩 对这么你一个人啊 都是怎么样去了解这些不同族群的需求 然后目前大家民间在购买 到底遇到哪些困难 你都是怎么触及到这些资讯 当然一方面大家会就是召唤我嘛 就是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好比像说在2.0的时候就有朋友说 他的那个序号如果他帮很多家人订的话 他不知道那个序号怎么对到身份证字号 那当然如果你一开始订的时候 就是按照年龄的顺序或怎么样 其实他的序号是小排到大 那这样很容易就对上 但是我就会出来说 其实你也可以回到我们EMASK的网站 去进行查询等等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在简讯里面放身份证字号 是因为我们发现说任何系统 你推出很多诈骗的朋友就会开始来 那因为如果他有一部分的隔资的话 很容易取信于你那你就很容易被诈骗到 那所以我们尽可能在简讯里面是不放隔资的 那这个是2.0的阶段 那1.1阶段也有很多钥匙嘛 会就是直接说 他不知道他还发号码牌 那号码牌发完了 理论上他已经库存等于当天已经卖完了 可是因为健保卡还没有过卡 他是慢慢去过卡 所以在口罩地图上面就会显示他还有口罩 这样子他就有很多 就是人会打电话去或者是就是会说那为什么上面说还有 但是你已经说没有库存了就会产生一些争执 所以我们就分三个阶段嘛 一个阶段是说他的营业时间先显示在口罩地图上 另外一个是他发号码牌时间 如果跟营业实验不同 跟发口罩时间不同的话 那他也可以再登记在备注栏上 那第三个甚至我们让他按一个简 就可以从口罩地图上消失 就他号码牌一发完就按键就隐身就是了 那这些都是靠钥匙在就是社群媒体啊 或就是我们的距离力社群像张明仲 他有让钥匙填一个意见回馈表 那些意见我也会看 所以你说召唤你的方式你可以解释了解一下 我们所谓的召唤就是 就是在Facebook或者Twitter上面你公开的发一个文章 那你里面提到我的名字我就会看到 就都可以看到 所以随时都可以了解到最新的 所以您自己也都一直在使用这些系统 当然我想我们每个系统在设计的时候 尤其是3.0 3.0因为就是设计给移工跟长者使用 那所以当时我也是跟我就是阿嬷已经87岁了 那也找他的一个年轻朋友 就也是77岁了 另外一位奶奶呢我们一起去就是附近的便利商店 然后实际测试整个流程 那长配就会告诉我们里面很多的 就是让他们比较觉得不习惯或者不熟悉或怎么样 那因为他们在要去排队也不是他们喜欢排队 而是他们觉得说那个是他们很熟悉的使用方法 那你要打字啊按萤幕啊什么是稍微有点距离嘛 那但是就是他们并不是不愿意学习 只是说你要给他一个很明确的那就是每两个礼拜来这边插一次健保卡 付钱就可以拿到九片口罩 那所以我们就把他的整个标示的过程都设计成非常友善 而且那个就是机台上面也不会显示出他们的名字啊 那身份证也只显示可能签一两码啊等等 跟尾码那所以就他们也会觉得说 那我不会好像就是在提款机后面有人那样子的情况 其实心里也会比较安心 所以我想就是让实际的使用者来引导我们怎么样做 这个流程这是非常重要 那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就像刚刚讲的 如果你过卡要超过30秒 那排队的人就会变场 那如果变场的话其实他就不会买店里的东西 不管药局或者是超商都是如此 所以我们缩短这个秒数也是很重要 所以每个阶段我都会亲自的去测试 这个秒数到底是几秒可以完成这样 所以整个口罩实名制啊可以这么成功 其实是来自于就是说民众的配合 民众的需求其实他们一直不断的反应 然后政府其实也能够实际了解民众的需求之后 贴近民众的需要 不只是提出需求 事实上就是帮我们实作出大家想要看到的东西 所谓的公民科技嘛 就是民众自己写出他想要看到的系统 像口罩地图口罩仪表板都是如此 他们并不是我们的厂商嘛 事实上比较像我们是他们的厂商 因为他们做出来之后 经过媒体报道取得了公信力 那政府就要就是付出相应的这个人力跟成本 去确保说明今天这些创新能够永续的经营下去 就是一起合作 然后把这个不断的进化 就是共同目标的这个伙伴关系 那这我们可以再谈一下 就是除了口罩地图之外 口罩实名制之外 就是我们这次在防疫的过程中 运用很多科技像是电子威力 然后或者像就是告捷的简讯 那这些部分 那其实也引发民众对于个人资料 是不是我们的行动都被政府掌控的这个疑虑 那您自己个人是怎么看 就是个人隐私 然后跟防疫的需求 这中间要怎么去做一个平衡 我想电子威力它不是透过GPS 它其实是透过基地台本来就有搜集的 就是讯号强弱的这个资料 那去达成就是有点像是你住在防疫旅馆 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说希望你在14天的检疫池里面 就是不要去接触到其他的人 那它搜集的其实不是关于你这个人 而是关于你这台手机 它大概在50米左右的这个范围 它有没有超过这个范围 有的话就会送简讯 然后让当地的不管是理政系统或警察 警政系统来关心你 那当然就是如果对这件事情觉得不安 或者是说你根本就没有用手机的习惯 根本不想政府发一台手机给你 那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去住安心旅馆 那这样的话当然是物理上就没办法离开那边 所以这个是就是看你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觉得说你过了14天之后 政府还会持续追踪你的行动 那倒是不用担心 因为就是透过宪法跟传染病房治法 给我们的授权 我们本来就只有在 就是你有传染给别人之余的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够透过已经搜集了 那个讯号强弱的资料 来去做到包含检疫跟隔离的 这样子的公共利益的系统 那但是在这个之外 其实我们也没有任何法律的授权 来继续运行这个系统 所以就是这14天一过之后 你在法律上其实你就不是有传染之余的人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说 那基地台在这个发什么简讯 给检政后理政系统是为了重大之公共利益 这都讲不通嘛 那所以这个系统当然就不会再对你的移植 那像那个就是盘石建经过的区域啊 对这几个地方的民众发出简讯 这个部分民众也会有一些疑问 那您有个人 对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收到简讯之后 就是觉得说 那你需要就是更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啊 或者是说就是社交距离 自助健康管理要做得更好 当然会让你不但是得这个肺炎 也是得流感的几率都会减低嘛 那所以它的原理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电信上 其实就是知道这边有一组号码 那他也不去管说这个号码是谁的 那可能你的手机借给别人或怎么样 他都不是很管 他只知道这边有一群手机号码在这个区域里面 那他就对在这个区域里面的手机号码 都发送一模一样的简讯 那他也没有什么问卷啊 或者是什么回传的资料 所以可以说是他并没有在搜集额外的资料 他只是透过你的手机 好比像说如果你在地震的那个 可能土石流的前世的在黑区域 那因为地震或者好雨 你很可能必须要撤离 那这个时候也会发送像这样子的简讯 但是我们并不是去搜集 你到底有没有泡掉的资料 而是作为一个公共服务的提醒 提醒你说你现在的风险 可能比别人要稍微高一点这样子 这中间的过程啊 就是行政面有一度要使用一个APP 然后是让个人的社交距离 我从来没有听说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是没有要推动的 有一个民间的组织 叫做人工智慧实验室 那他们有自己用一个 就他们自己设计的一个开放的架构啊 你有放在网路上面 然后去实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但那个是社区传播阶段才需要用的东西 所以以我的理解吧 我从来没有听说说 我们没有到社区传播阶段 就要要求大家装这样子的APP 因为其实这也不make sense 但是这个当然开发出来 因为它是开放了一个设计嘛 那所以就好像英国啊等等 其他国家的朋友 有对这个感觉到兴趣 那这个可能就是他们政府 跟我们这个在地的开发团队中间的关系 但是行政院以我所知是 并没有透过交标 或者其他的就是方式去commission这样子的软件 所以您可能认为就是说在防疫的需要 当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要 那未来我们可能面临就是 要再重新开放边境的时候 可能入境的人 我们可能也需要做一些追踪 就是您觉得它的底线 到底追踪个人的资讯的底线 然后跟就是个人行踪的底线 然后跟就是防疫之间 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平衡 简单讲就是它有传染之鱼 的时候嘛 那所以不管是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 它的概念都是说 你在你比较熟悉的空间 那但是确保说你不会去传染给别人 那当然如果你喜欢住安心旅馆 那当然就去住安心旅馆 那那就是物理上面的隔离了 那就不跟手机什么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觉得它的就是公共利益目的是这样 这很清楚 那当然随着就是检测技术的发达 那也许从某一些非常低风险的地方 他们自己也已经就是本土都没有案例了 那他们过来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是14天 可不可以适度的缩短成10天甚至5天 这个是CECC有在讨论的 那当然它的天数越短 它对个人的行动自由以及隐私的侵害就越小 这个是很明白的 所以我们当然是在保持防疫目的的这个大原则底下 那去尽可能减少对于就是个人的行动自由的侵害 所以这也是要看接下来的检测技术 然后以及对于就是其他国的感染的数量的掌握 就如果跟我们是差不多的情况 那我们就可以在同一个类似就是我们叫旅行泡泡里头 所以这也要看到时候的进展 像现在Google跟Apple他们有合作 然后也是推出那样的App 不过那个也都是社区传播阶段用得到的东西 对所以这个在台湾也目前也是没有需要 我们当然是很希望我们就一直不需要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其实像资讯科技运用在其他的部分 像是纾困 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研发或者是想法 让大数据可以更整合不同部会的资讯 然后让这个纾困的对象可以更明确的被圈出来 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一些想法 我想有个别的部会 他本来就已经相当了解 就是他的纾困对象的需要 那像农委会对于农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他也不太需要跨部会的资料串解 他就可以直接很精准的去给予纾困所需要的协助 那但是我想在振兴阶段 那就是全民都用得到的 因为纾困阶段毕竟你还是要举证说你的就是工作 或者你的生活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这个举证的查证的部分 是不是能够完全透过数位的工具做到 我觉得还是有限 那数位工具它是辅助人的一个判断 好比像说像财政部有开发一个运用你缴利息的资料 去反推说在银行有多少本金的这样子一个工具 那他去提供给卫福部的朋友使用 那这个不是直接的所谓的资料串接 这个就是辅助判断的一个类似专家系统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那个当然都是有的 但是我想很重要现在就是在振兴阶段 因为振兴阶段是所有人 那所有人都会去在振兴阶段去试着促进消费 那促进消费的过程里面 我们又希望说大家是好领取的 而且是好使用的 最好不要就是再填一大堆表格啊 什么绑定啊之类的 那所以这部分是我在防疫阶段差不多告一段落之后 我大概就专注在振兴阶段的工作 那纾困阶段确实就是我的参与是比较少的 所以在未来振兴阶段啊 是会用什么方式去发放这个民众可以使用到 然后好使用的 对目前规划大概四个方式嘛 就是行动支付 然后电子票证 就是像油卡一卡科用这些 那还有就是大家可能都最常使用的信用卡 那包含可能有信用卡功能的金融卡 那这三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纸本嘛 纸本的振兴券 那这四个加在一起 大概就已经把几乎所有的消费形态 全部都涵扩在内 我们的目的就是说你是 看到这三个不同的 就是电子支付管道 数位支付管道 它可能有各自的优惠 那很多人会加码 那同样的在纸本券的使用上 也有很多能够接受纸本券的 也会加码 那所以它创造的效益 就会比我们政府付出来的还要更多 它会有一个成熟的效益 所以这同样也要克服很多 像之前市民制一样要克服的问题 你就是金流啊 然后你的资料的掌握啊 这中间的系统的整合的问题 对简单讲就是说要让大家很明确的知道说 我付出这么多的时间 那我就可以很容易的获得这个振兴 就是消费的这样子一个刺激这样一个动力 那主要还是要减少不确定性 然后让大家更方便 那这我们再谈一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在这整个过程中啊 我们看到台湾的防疫成果 被很多国外的媒体看见 然后您自己的观察啊 就是说这段时间台湾的国际地位 或者是说在国际上面的声量 有什么样的改变 然后你认为未来你有什么样的 对于台湾国际地位的期许 对我想一方面是我们的台湾牧师 那它的特点就是说 像刚刚讲是以社会为主导 很多创新是从社会上来的 那人民之间是彼此提醒 照顾彼此的身体 那几乎CECC是没有用任何刑法 或者是就是封城 或者是任何非常严厉的手段 那当然刚刚您讲的说 有一部分的朋友 他牺牲了14天的个人的行动自由 跟一部分的遗兹 那但是换来的就是 绝大部分的人 其实都没有牺牲任何自由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一个社会 它在疫情的过程里面 到底民主的共同体的感觉 是因为这个而深化 还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控制权更集中到 国家的力量上面去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 疫情在各国都在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宪政秩序 会不会因为紧急状态的发布 然后就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那但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发布紧急状态 我们所有做的一切都是在立法院的授权之下 有它的法律依据 而且立法院可以随时要我们 对于我们使用的所有的社会技术 给出交代 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代议政治 跟我们的直接的参与时的民主 这两方面都还持续的作用中 而且这两个作用是让我们的防疫 那么成功的原因 因为包含我们像之前的副总统 陈建仰老师 也有录那个就是防疫的基本知识 那有两万个学生一下就有 我是其中一个 就大家都学一点点流行病学 那他们都抱持了一个比较谦虚的态度 像陈指挥官也一直抱持着一个 有一个新主义来 他不会去觉得那个主义一定好或不好 他会说那我们一起来参想一下 你教教我吗 你早跟我讲了等等 他都是采取这个共同学习的态度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整个社会的 这种包容力就会增加 那这个是台湾牧师 我觉得最值得跟世界分享的一点 就是你一面防疫一面促进民主 而不是因为防疫所以要牺牲民主 那这个我想在国际上面 台湾作为一个等于民主的 价值的代表 民主的力量代表 我觉得这个在防疫的过程里面 让全世界看得更清楚 那对于我们未来加入国际组织 您的期待 对那我想就是这次 大家也都看到说 我们在WHA之前 我们就跟14国的卫生官员 一起也开了一个视讯的论坛 我也在上面分享 那像卫福部的发言权总裁 就在上面获得好评 那所以其实就算 那只有一点点 不管是口罩的使用 或者是总裁 或者是其他的口罩的地图 等等的这些做法 它只要有一个部分 跟台湾开始有具体的合作 我们就在两个 就是流行病的爆发区域中间 建立了公民社会的关系 那这个关系是非常长久的 这包含我们 大家透过健保快一通 去响应这个人道的援助 去把自己没有领导的口罩的配合 这个心意等于是选择权换 显明权的方式分享给全世界 那这个我也在那个14国的 就是论坛上面一开始 开送民意就讲说 现在已经有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到今天已经有62万人 响应了473万个口罩 到5月21日为止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 这表示很多台湾人到 大家感觉比较安心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想全世界 就是正在面临这个口罩的 缺乏的医护人员 那这个我想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等于自立立他 护台湾驻世界 这样子一个精神 所以这不只是台湾的政府的国际形象 而是台湾的人民 而且你可以查得到 里面大概有30万人是居民的 包含我在内 你可以查到底是哪些人 就是心里面是想着 这个全世界的医护人员 所以因为我们的参与 所以你觉得未来我们可以在 国际地位上面可以再更 因为这次疫情会 你已经观察到有一些明显的改变了 就像我们主办这样子的视讯的论坛 那其实大家参与力量都相当高 而且也问了非常多很好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种所谓的小型多边关系 十四国并不是说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但是差不多就是真的能够应用台湾模式的国家 很多都已经来了 所以这种小型多边关系 以及刚刚讲的公民社会跟公民社会之间 好比像说江明宗的口哨地图南韩的人就有在使用 好比像说东京都的那个意标板 我也有跟居民的朋友一起帮忙翻译 他们的就是市长东京都知识 还有特别发推特来感谢我们 那所以所有的这些具体的合作都不是传统上面的多边关系 因为不是外交官去签署什么东西 而是人民已经开始合作了 那双方的公部门在补上双方人民所需要的资源 像韩国本来并没有这种每三分钟公开它的库存的 那但是他们的公民社群 告诉他们说你看台湾模式是成功的 那最后他们也同意及时去释出 他们的药局的口罩诊量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从民间去促成 政府跟政府之间共享模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好谢谢 谢谢哦